这样我是可乐 今天也是快乐玩MC的一天 看看我背后是不是觉得我电脑坏掉了 然而这只是一个全新的材质包 发布时间我没记错了 应该就是4月1号 也就是愚人节的时候 它可以在我们家在区块的时候 把整个MC切开了 再缝回去 就像这样子 是不是特别像酷呢 然而变上是有代价的 我的可视距离变得超级小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探索一下这个世界 哦忘了说了 这个材质包只能用在最新的快照版本 所以我们能找到各种1.17版本的新东西哦 不过过了那么久 魔匠又更新了啥呢 豪潮呀 下面是什么东西啊 啊这 居然有个烧卫龙 地牢结构现在能出现在地表这么近的地方了吗 可恶还是豪潮啊 那我把你们全部干掉 诶诶诶诶诶 我突然有个好想法 先准备几条热带鱼 然后放出我们的美西园 听说这个小东西可以帮玩家打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先挖个坑 哎呦别急我呀 放下一只小可爱 然后为它吃一点热带鱼 这样它就能听我们说话了 快去帮我打怪 呃它好像不理我 诶不对 也不是不理我 它好像不听我的话 那你为啥靠过来啊 啊我懂了 感觉这我只对我手里的热带鱼感兴趣啊 我还以为跟狐狸一样 繁殖的才会听你话呢 但是这只好像只会撞下去啊 诶等等 你什么时候变大了呀 我觉得一定是刚刚选的地方不够好 场合限制了它们的发挥 所以我们来到海底神殿 去吧 快去大战守卫者 哦有效了 这个比岸上活不多了呀 不过一只是不是不太够呀 啊他死了 放心 可乐这就将你的兄弟姐妹给你报仇去 大家冲呀 海底神殿给我占领了 外面的守卫者感觉变得稀稀巴巴了 接下来就是海底神殿里面了 哇这也太黑了吧 让我喝个夜市药水 诶 这是什么情况 这里是海底神殿吗 以前不是跟迷宫一样的嘛 怎么现在只剩这么一个大房间了 难道魔教良心发现 开始照顾路吃玩家啦 不管了 开始猎杀守卫者 打我们冲啊 各位观众 您现在看到的是 美西元大战远古守卫者 到底谁能获得胜利呢 啊这个 远古守卫者直接被赶出来 还挺胜点 这也太暴力了吧 一边打还一边后退 守卫者你行不行啊 除了美西元 这次更新还加入了 山羊和发光鱿鱼 正好我们在水里 让大家看一下发光鱿鱼吧 还是很漂亮的 目的还是一如既往的黑 而且开了这个材质包之后 我连木影龙在哪都找不到了 算了我们点个灯吧 建筑玩家的福音 全新的发光方块 没有模型 没有碰撞体积 可以直接原地发光 获得的方法和平常方块一样 感觉是这次更新中最适用的方块了 但是点了灯我也找不到木影龙啊 目的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解说啦 喜欢小伙伴点个关注 可乐吉尼和可乐呀